花蓮市公有传统零售市场在日前分别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 现场除了供奉着大珠公、庆赞中原 而市场摊商也藉由普渡仪式 期盼疫情能够尽快结束,让生活一切回归日常 市场内假期圆桌摆上香炉及各式贡品 不少摊商也在自家摊位前奉上传统普渡物质 期盼疫情能够尽快消弭,让一切生活回归正常 万年市公有传统零售市场在农历七月份 分别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现场除了供奉着大珠公、庆赞中原 也请到法事引领送金礼颤 普渡孤魂,祈求折批众生一切吉祥平安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祭祀活动 能够保佑所有的一个摊商 未来一切都能够平安 我们知道疫情冲击对于市场来讲非常严重 也期盼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能够消去一些灾厄 那未来保佑市场生意都能够兴容 大家一切出入都平安 不要被疫情所影响到 市长威嘉贤也表示新冠疫情已有两年多 包括市场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大受影响 因此希望大家都能落实防疫措施 降低被病毒感染的几率 而疫情也能尽快结束 让大家的生活可以恢复日常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